第五百三十二章 进入青铜大门 伴随着那林良天的逃窜 笼罩着古老广场的那紧绷气氛 也是悄然间的逐渐淡化下来 所有人都是悄悄的松了一口气 再度望向半空中的那道身影时 眼中竟是有着浓浓的畏惧之色 他们都很清楚 今天的事一旦传出去 林洞的名头必将会轰动整个西北地狱 甚至在这庞大无比的远古战场中 都将会拥有着一些名声 面对着那众多敬畏的目光 林洞只是眼神微动 拳击便是面色平静的自半空中落下 袖跑一挥 那天空上的天鹅之灵便是迅速的淡化 最后化为一道赤红光芒 再度钻进了天鹅骨枪之中 此次召唤出天鹅之灵 直接是将林洞手中仅有的两道远古血脉 都是消耗了去 日后若是得不到这种血脉的话 恐怕也很难再度将天鹅之灵召唤出来 不过虽说损失了两道远古血脉 但所造成的震慑倒的确是相当不错 看周围那些人的眼神 显然应该是不会再有不开眼的人 会来触及林洞的会讨 而且此次出手 也是将林洞天这个大敌打成了生死未知的重伤 按照林洞的推测 他的那一指 有八成的几率击毙林洞天 他实在是有些想不出来 当一个人的神智被侵蚀到那种严重状态后 还有谁能够将其拯救回来 即便是那一道神秘元神 同样没这个本事 大哥 没事吧 小言此时也是快步走来 目光望着面色 微微泛着潮红的林洞 道 林洞摸了摸 依旧残留着剧痛的胸膛 先前被林洞天硬轰了一拳 此时他体内也并不平静 显然也出现了一些伤势 不过 却是被他硬生生的压了下来 虽说先前的大战树立了威严 但谁也不敢保证 在四大玄宗传承的诱惑下 一些人会不会再度红眼疯狂 小言对于林洞显然是极为了解 一见到他这副模样 硕大的手掌便是缓缓地紧握了手中铁棍 上前一步 犹如铁塔般站在林洞身旁 红木之中有着利器闪过 此时的广场伴随着激斗的落幕 却是诡异地陷入了一些寂静 仿佛还是没有从先前的大战之中 彻底地回过神来 林洞兄真是深藏不漏 此战一旦传出 恐怕你也将会具备着 登入涅槃榜的资格了 最先开口的 是那位从头到尾 都是充当看客的柳白 他冲着林洞微微一笑 道 旁门左道 靠着一些运气而已 对于这位算是西北地狱 四大霸主之中 最为深藏不漏的人 林洞倒也并没有怠慢 凭借着精神力的感知 他能够觉察到 这柳白的实力 绝对比田振三人更胜一筹 这种人物在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轻易得罪的好 虽说先前柳白并没有出手帮他 但林洞显然也并不可能 因此便有所芥蒂 两人关系本就不深 在那个时候 柳白没有落井下石的出手 说起来已经是一种变相的援助了 如果先前连柳白这群人都是出手 想来即便林洞拥有着诸多底牌 怕今天也只能狼狈而逃了 他虽然自信 但却并不自大 以一人之力抗衡田振四人 已是一种极限 这个世界上只有圣者 没有运气 那一旁的颜森淡淡一笑 他的目光盯着林洞 道 看来我也小小你了 如果不是现在场景不对 或许我会忍不住的与你切磋一番 哈哈哈哈 阎王守阎森在这远古战场 可是名声不小 不过你要与林洞兄斗手 鹿四水手恐怕还真是未知之术 柳白笑道 门言阎森嘴角一动 不知可否 阎王守阎森 门言林洞微微一正 看来这阎森果然不是简单人物 不过他的消息 显然没有柳白等人灵通 所以倒也是不知道 这阎森有什么传闻 不过我倒是很奇怪 你这一直混迹在东北地带的家伙 怎么会跑到我们这西北地狱来 这远古密葬虽说不凡 不过我听说那东北地带 也是有着一座相当之强的宝藏啊 柳白笑盈盈地问道 东北地带那座宝藏 有着超级王朝看重 想要得手麻烦不小 相对而言 这西北地狱 倒是极大区域中最弱的地方 我自然是要过来晃荡 严森淡淡地道 林栋在一旁听着两人的对话 倒也隐隐对着远古战场外围 有着一点粗略的了解 在这远古战场中 宝藏巫术 即便是类似远古密葬 这种级别的宝藏 也并非只独此一家 距离百朝大战 已是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在这段剩余的时间中 那些想要自百朝大战中脱颜而出的强者 便是必须获得各种传承 并且将其吸收锤炼 彻底的掌控 所以现在这整片远古战场 恐怕都是陷入了一种 寻找宝藏的狂潮之中 即便是那些抵运本旧 无比丰厚的超级王朝 也并不甘落于人后 类似远古密葬之中 所发生的激烈争夺 想来此时也正在其他的远古战场的各个地方 接二连三地出现着 现在几乎是所有人都是尽可能的 让自己变得更为的强大起来 因为那之后的百朝大战 方才是真正的精英汇聚 想要从那无数天才中脱颖而出 并且被那些超级宗派所看重 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柳白笑了笑 然后也不再多说 而是转过头 将目光望向了广场中的四扇古老大门 眼中逐渐的涌现一抹火热之色 既然争斗已经完毕 那么接下来便开始最为重要的步骤吧 柳白伸出手掌 一枚远古蜜药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一道道豪芒自蜜药之中散发而出 而随着蜜药散发出奇特的光芒 那一只纹丝不动 任由旁人施展任何手段 都是没有半点动静的一扇古老大门之上 竟然也渗透出了一道道光泽 云古蜜药缓缓缓缓地从柳白手中飘荡而出 那种光芒越发浓郁 最后光芒凝聚 犹如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符文 照耀在了那紧闭的古老大门之上 而随着那道神奇的符文的照耀 那不知道紧闭了多少年的青铜大门 终于是在那一道道滚烫的目光下 缓缓地裂开一道裂缝 哈哈 林董兄 看来我的密钥是这扇青铜大门的钥匙 那我们便先行进入了 日后若是有机会再好生拒绝 柳白目光炙热地望着 裂开缝隙的青铜大门 然后冲着林栋一笑 手掌一挥 那远古密钥便是散发出一道光圈 将他们一行人尽数笼罩 最后嗖的一声便是冲进了那青铜大门之中 而随着柳白一行人的进入 那开启了一道裂缝的青铜大门 再度紧闭而上 令得众人呢 目光失望下来 我们也动手吧 见到柳白等人顺利地进入了青铜大门 接受传承 林董心中也是泛起了一抹激动 转头对着小颜笑道 嗯 门言小颜点了点头 两人同时取出远古密钥 而紧接着又是有着两扇古老的青铜大门 散发出了奇特的光芒 隐隐有着开启的迹象 而同时间那颜森也是取出密钥 与那最后一扇青铜大门互相呼应 广场周围众人目光无比贪婪地望着这一幕 一些人呼吸都是忍不住的 变得粗重起来 显然是在贪婪与理智之间挣扎着 对于周围那一道道贪婪般的目光 林董仿若未闻 他只是目光盯着与其手中 密钥光芒交织的青铜大门 这个时候 他感受到了青铜大门之内的古老波动 一种明明间的牵连 从其中渗透而出 缠绕在了林董身体上 属于我的传承吗 林董难难自语 旋迹手中远古密钥 凝聚成一道古老符文 映照在了那青铜大门上 而后那尘封的大门 也终于是缓缓地开启 在同一时间 小颜以及颜森先前的两扇青铜大门 也是逐渐地开启 一种古老的味道 从中弥漫而开 小颜小心一些 工圈将林董的身体包裹着 他感受到了青铜大门中散发而出的一种吸引之力 将他的身体若有若无地扯进其中 当即他偏头对着小颜沉声道 接下来的两人便是会分开一些时间 谁也不知道在那传承中会遇见什么 林董将一枚远古密钥给了小颜 也是给了他一份天大的机缘 但至于小颜能否把握住 还是得看他自己的能力 嗯 文言小颜重重地点了眼头 他知道这远古密钥的珍贵 为了保住这远古密钥 他们都是经历了生死惨战 林董三人的身体在光圈的包裹下 开始悬浮而起 对着那开启的青铜大门掠去 然而 就在三人动身的刹那 那周围猛的有着十数道眼睛血红的身影掠出 不过他们并非是在发动攻击 而是直接对着那开启的青铜大门冲去 看来依然是有着很多人忍不住心中的贪婪 林董三人静静地望着冲出去的十数道身影 微微地摇了头 然后他们便是见到 在那些人影即将冲进青铜大门时 他们的身体突然毫无征兆地抱成了一团血肉 鲜血在广场中散开 血腥味道弥漫 确实让得其他那些蠢蠢欲动的人面色惨白起来 在那一道道逐渐失望的黯淡视线中 林董三人的身影终于是掠进那古老的青铜大门之中 而后大门搁之作响 缓缓地关闭 有如先前尘封之时 横骨不动 小鲜血在广场中散开